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章了 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提到耶稣做大祭司的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特别从出埃及记的第28章当中来看一看大祭司的功用 从而帮助我们去认识主耶稣做我们大祭司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要来看旧约的目的当然是因为其中所描述的一切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天上的大祭司 明白旧约表面以外的含义 就像翻译一个外国的文字或者解开一个文字的谜一样的 旧约是预表啊 明白预表的含义就会向我们启示天上的真相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的第28章 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一节一节的研读 看一看其中的一些含义是什么 这一章对大祭司所穿的服饰是有十分生动美妙的描绘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出期间的一些美妙之处啊 我曾经跟你说过了 我有一位朋友出信主的时候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吧 他没有牧师或者教会的帮助 只能够自己读圣经 自从圣灵进入他的生命之中 他从来就没有认清楚预表的事 他没有看过怎么样去讲解圣经的一些工具书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解总是对的 但这是他的经历而已 此外当他研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 对会目的描写 哎呀 他就想起跟其他圣经的一些经文呢 好像是更能够使他产生一种对神的渴望 渴求圣洁的心情 使他渴望天上的那个实体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的第28章的第一节 那经文这么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 拿大亚比户以利亚萨以他马一同就近你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亚伦是摩西的兄长啊 他和他的四个儿子都蒙神的拣选做祭司 在会幕里头公职 他们被分别出来行使这个很特别的职任 也就是专门做祭司 祭人 与神献祭的 这个职责呢 要求他们特别的规则 那必须要去严厉的遵守的 其中有一样就是 不能娶离过婚的妇女 不能娶离过婚的妇女做妻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他们所设计的衣服吧 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第2到第4节 圣经记载说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 为华美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 给亚伦做衣服 使他分别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 以佛德 外袍 还有杂色的内袍 冠冕 腰带 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 穿着圣服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好了 圣经暂时念到这儿 能供巧匠 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做一个很特别的衣服 以表示他们是分别出来 向神供职的 因为他们的衣服啊 是应该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身份的尊严 和他们所拥有的权柄 他们要做六个服饰 也就是说服装里面有六样特别的装饰 包括了什么呢 胸牌 以佛德 外袍 内袍 冠冕 腰带 因为大祭司的功用是非常重要的了 所以 连他们所穿的衣服 也要显得特别重要 好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大祭司所穿的每一样服饰 也就是装饰了 衣服的装饰 并且思想这个预表 如何教导我们认识耶稣为大祭司的身份的 出埃及记的第28章第5节 就列出了用来制造大祭司的服饰的五种基本的材料 那经文说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并细麻去做 那我想这些材料都是有象征性意义的了 金是属于金属的一种了 它的价值不会改变的 那不像纸币那样的 这里金就是代表了神的神性和圣洁 跟着就是三种不同的颜色 蓝色紫色和珠红色 在圣经当中蓝色常常指天和天上的事情 而珠红色是我们人流出的血的颜色 代表人是属地的 而紫色和紫色呢 是蓝色和红色混合而成的 也就是说紫色混合了天和地的颜色了 那另外紫色也是王者的颜色呀 也就是说君王们喜欢的颜色 在新和圣经当中 紫色是君王和统治者专有的一种颜色呀 只有君王才有资格穿紫色的衣服的 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兵丁系拢他 把紫色的袍穿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 第二到第六节吧 圣经记载说 兵丁用金桔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金桔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喊着他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你们看这个人 啊 这句话令人吃惊啊 那正是神借着彼拉多的口 发出来的 就正如大祭司也曾经做过神的口说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 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预言 说明了耶稣受死的目的和意义 只有耶稣才能替人去死 耶稣成为亚当的代表 当亚当犯罪之后 神曾经咒诅他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 经文记载说了 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也必为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当耶稣背负了地的咒诅的时候 他是戴上荆棘之城的冠冕 并且穿上了紫色的袍 但是他是作为犹太人的王而死的 他承受了一切的咒诅 流出了宝血 救赎他的子民 在这一刻里头 我们看见了天上和地上的一个融合啊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 第五节来 我们看第五节啊 这里有五样呃 直层衣服的一些材料 就是细麻 细麻 经文说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细麻去做 细麻是代表纯洁和工艺的 圣经一贯的用法都是这样的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吧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七到第八节 讲到将来天上的婚娶 那就是羔羊和心腹 也就是主耶稣和教会的婚言 经文说 我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那你注意了吧 这里说明了细麻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是心腹要穿的衣服的材料啊 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给大祭司做服饰的衣服料子当中啊 金是代表神性和圣洁 蓝色是代表天上 紫色是君王的尊贵 珠红色是血的颜色 代表人 而细麻这是存权和公义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祭司所穿的头一件的服饰 也就是最特别的就是以福德 出埃及记的28章第6到第7节圣经说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麻 用巧工匠的手工做以福德 以福德当有两条肩带 肩上两头 使他相连 好了 上面所提到的五种材料 全部都是用在以福德上的 以福德是一件只有祭司才可以穿的服饰哦 他是从胸前下来一直遮掘到臀部的 形状就好像背心有两条肩带 可以在肩膀上相连 那另外呢 以福德的肩带也是仅仅竖着祭司的身体的 从胸部开始 他不是宽身的 那是贴身的 在第8节说到带子的做法了 那圣经说 其上巧工之的带子 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以树上与以福德接连一块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的线 并碾的细麻做成 哎呀 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衣服哦 是用有特殊技巧的工匠做的 这种美丽和华贵正好说明了我们在主里的美好丰盛啊 此外 以福德的肩带也相有宝石的 在第28章9到12节经文说了 要取两块红玛瑙 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 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 要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 仿佛刻图画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刻这两块宝石 要镶在金槽上 要将这两块宝石 安在以福德的两条肩带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亚伦要在两肩上 担他们的名字 在以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好了 这个地方谈到有两块宝石 上面刻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他们要挂在以福德上 收起那两条肩带 同时 每当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 他就在神的面前 举起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 神看见祭司 也同时看见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所以祭司的出现呢 那就会不断的告诉神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一边有六个 那就两边就十二个了 以福德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了 肩 那肩膀的肩 在圣经当中是代表力量的 大祭司 肩上背着十二个名字 进到神的面前 他是用自己的力量支持着的 圣经当中有两处讲到肩膀的经文呢 我想让让你在这看一看啊 第一个地方是以色亚书的第九章 第六节经文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那肩 是担负有权柄和能力的地方 那另外一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第五节了 是施羊的比喻 说到牧羊人呢 寻找失去的羊的美好故事 经文说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你看到了 肩头给羊有绝对的一种牢靠感 安全感 在我们看到的经文当中啊 大祭司的双肩 就肩负了神子民的名字 目的是把他们举在神的面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大祭司 穿的一些 身上穿的另外的一些服饰 大祭司所穿的第二个服饰 那是胸牌了 胸牌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 十五到二十一节圣经记载说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 做一个决断的胸牌 要和以复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免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 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要在上面相保持四行 第一行是红宝石 红碧喜 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 蓝宝石 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 白玛瑙 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仿佛刻图书 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哎呀 这是另外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了 祭司不单是把名字扛在肩膀上 他更把名字挂在胸前 这表示他的力量和爱心 是完全放在他所代表的子民的身上了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都有代表的 在以复德的肩带上 每一边的肩带 刻有六个名字 是刻在宝石上的 两边加起来就是十二个了 对不对 而在胸牌上呢 也同样刻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没有漏掉任何一个 可见神并不单是纪念全体 同时也纪念每一个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以复所书的第四章 我们也看见同样的一个原则 真的讲到给每一个信徒的恩赐 不过在提到个人恩赐之前 那保罗先强调身体的合一 我们来看看以复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到第七节吧 经文这样说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 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 在合一的身体当中 有个人 不过我们不能从相反的方向入手 我们不能从个人达到合一 而是应该从合一一开始 首先从合一开始 然后发展到个人 那跟着我们来看看胸牌的制造吧 出埃及记的第28章 第22节到28节 那圣经这么说了 要在胸牌上用金金凝成如绳的链子 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要把那两条凝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 安在以复德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复德里面的边上 又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以复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 挨尽相接之处 在以复德巧公之的带子以上 要用蓝细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 与以复德的环子细住 使胸牌贴在以复德巧公之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复德 离逢 好了 这一切很详细的描述都告诉了我们 当祭司的身体移动的时候 胸牌也不会左右的摇摆了 因为胸牌的两头啊 都有金环 金环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让蓝细带子穿过 然后竖紧以复德两条肩带的下面 那这样呢 胸牌和以复德就连在一起了 成为一体 那到底立位的祭司是影像 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啊 怎么反映基督为大祭司的执事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带子把我们连到天上 这种关系是地上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够隔离的 那不管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吧 我们的大祭司都会肩负我们的名字 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祭司穿上以复德 他就担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了 因此这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了 大祭司是全心全意的为神的子民的益处 在神面前忠心的做他的代表 好 跟着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了 经文说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 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 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 又将乌宁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 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 好了 这一节经文需要一些解释了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 带求的一幅图画 亚伦不断的把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名字举起来 在神的圣所里头 让神可以长长的纪念他们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两个西伯来的词 在上面的经文当中提到乌宁和土名 一般可以把它翻作为光明和完全 胸牌的功用之一是为决断 祭司用胸牌内的乌宁和土名来向以色列民显出神的断绝 又或者说判决吧 根据传统所说 乌宁和土名是一些比较贵重的宝石 当神有话要透过祭司向他的子民讲说的时候 这两个宝石或一个或两个就发出了奇异的光辉 其中一个发光就表示可以 另外一个发光就表示不可以 当祭司看见哪一个发光的时候 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了 那不过这两块宝石实际上的功用怎么样呢 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知道的 圣经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乌宁和土名的 那比方说在民述记的第27章 就讲到约书亚拮续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 就出现过了 民述记的第27章21节圣经记载说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 以利亚撒要凭乌宁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全会中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你看呢 这种带领的方法把约书亚与摩西放在一个稍有不同的层次上面了 摩西是直接听神的声音和指示的 他是与神面对面说话的 但是约书亚所得到的指示呢 却是借着大祭司的污宁 当约书亚要做决定的时候 他要到大祭司那里去 说明应有 然后大祭司经过祷告 要看看污宁和土名哪一个发光 从中提供神的答案 那所以在祭司的指示当中 有用污宁和土名来辨别指示的职责的 也有这样的任务 他要看神的心意 去答复以色列人领袖们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 当然了 我们不再用污宁和土名的指示了 像以色列人当日那样 那因为圣殿在主后的七十年已经被毁了 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靠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指示 有时候他会说可以 有时候他会说不可以 但是他总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的 那另外呢 神有时候也会用环境 用周围的人来显示他的旨意的 但是无论如何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不断的为我们代求 把我们的名字呈现在父神的面前 那现在我们这次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之前呢 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一些内容了 我们花了整整一次节目的时间 来看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有关大祭司的记载 因为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为了明白耶稣做我们大祭司的意义 那我们是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当中来 看一看大祭司在地上会幕里的意义是什么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 那告诉我们大祭司的两个功用 就是献祭和献礼物了 经文说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这就很明显了 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献祭和献礼物 这是旧约的规定啊 事实上任何人如果想跟神建立长久的关系 都必须建具在祭司和约这两个基础上的 楚埃及记所记载的另一位支派祭司 只是天上实体形状和影像而已 那么当我们查考旧约预表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明白天上的祭司了 我们因此就看楚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 看到大祭司必须穿的一些服饰 我们看到大祭司 他服饰有五种材料 根据楚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第五节说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的线 并细麻去做 那金色是代表神性和圣洁了 蓝色是代表天 紫色代表王权 珠红色代表血和人性 而细麻则代表纯洁和工艺 我们看到头一样祭司所穿的衣服 也就是最特别的 那就是以夫德 它是由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以及细麻这五种材料造成的 形状就像背心一样的 有两条肩带 肩带上分别有两块宝石 可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至于以夫德的长度呢 是一直垂到臀部的 这个衣服呢 只有祭司才可以穿的 刻在宝石上的名字呢 是代表了祭司的戴裘 当他穿着以夫德进到圣所的时候 以色列支派的十二个名字 就不断的被举起来 在神的面前了 好 就简单的复习到这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案 末马 绿 文字幕志愿者 询 deduct